好,那接下来我们要来看的是隐含数微分 那我们看到的微分到目前为止都是显函数 所以现在所看到的是一个隐含数的不同角度 那隐含数的微分还是用那个拉普拉斯的写法 你看起来会比较清楚 那我们来看一下例子 比如说我们知道一个方程式S平方-SY-Y平方等于1 但是我们想求出底S分之底Y 那一种做法是你把它转成显函数 然后再来求 怎么转呢?就是先把Y都放一边 S放一边 然后该除的除该乘的乘 然后最后呢你就可以转成像这个样子 对 YS等 Y of S等于1 那当你转成这种形式之后 你再去求解 那你一定会觉得这不好解吧? 有没有人觉得这样很好解? 这样一定不好解,对不对? 你这样去求求它的Y-Brown 从这里求这个 是OK的啦 但是你就要 这里又要代换成U 对不对? 那U是什么? 假设U就是5S平方-4 那这边就变更号U OK 然后再去用练锁规则 再去做几次 然后就会出来 但是这样子做有时候不好解 那如果我们用隐含数为分 往往这个就变得简单很多 什么叫隐含数为分呢? 我们先看一下 我把这个等式两边呢 都直接为分了 对什么为分? 对S为分好了 所以呢我这样子想算 抵S分之抵Y的话 我就把这一个算是整个对S为分 这个1呢当然就对S为分 1的为分是多少? 0嘛 常数的为分都是0 所以这边变0 那这边呢 S平方的为分不就2S吗? 那SY的为分呢 FG的为分就是F'G加上G'F 对不对? 所以F'GOK S的为分1 那Y的为分 S的为分乘以Y 对不对? S的为分1 1乘以Y 然后这边呢 加上F'G F'G加G'F 然后或者是FG'F F F S就是F G'就是Y的为分 就Y' Y' Y'在这里我们 我们把它写成莱布尼茨写法会比较好 因为等一下还要移向 所以呢 Y'我写成抵S分之抵Y 同样的Y平方的为分呢 就变成2Y抵S分之抵Y 这个有用到链锁规则 小心对不对? Y平方对S的为分 有用到链锁规则 好 那这样的结果 我们就可以看到 那抵S抵Y是什么? 抵S分之抵Y 把它通通移向 就对了 把这两个先移过去 或者是把这两个移过去 因为这里有负的 把这两项直接移过去 变成正的 就变成 抵S分之抵Y乘以S加2Y S加2Y 移过去变S加2Y 那这边还是2S-Y 把那个S加2Y呢 再除回来 就只剩一边只剩抵S分之抵Y 另外一边变成S加2Y分之2S-Y 好 那这样我们就做完了 我们想知道的 抵S分之抵Y就是Yプラウ 是不是比较简单 虽然那里面有含Y4 但是呢 看起来很干净 对不对? 那这边呢 没有含Y4 但是看起来很复杂 所以这种有含Y式的 那你如果真的要把它转成全X4 怎么办? 把Y带进去 把Y这个东西真的给它带进去 就变成全X4 把Y真的带进去 就变全X4 就变成这样 跟刚刚会是一样 OK 那这种方法就称为隐含式的微分 也就是说我直接对方程式微分 我不需要再 不需要再 再转换把Y变成X的某个函数 再去微分 直接对整个方程式微分 就好 那其实我会觉得写成重形式比较好 写成重形式够简单 你要带自己再去带Y就好 写成这样的话 反而我就看不懂 不好看 好 那 隐含式的微分 其实可以举很多例子 那我们 有空再出个习题好了 待会 有空再出个习题 请各位去做隐含式微分的习题 那现在我们先来看一下 极大极小值的概念 那这个就比较简单了 比难数微分算是这一章最难的 那接下来就比较简单 极大极小值应该各位高中都学过了 F'等于0的时候 会有相对极大值或相对极小值 那你可以看到 F'等于0的时候就是那个切线斜律为0 切线斜律为0 那要么就是极大值 要么就是极小值 那这个东西在 也有可能 也有可能不是极大值也不是极小值 像这个S三次方的情况 那所以一次切线 就是一次微分的斜律为0的话 可能是极大值极小值 或者是水平站态 但是二次微分 如果一次微分为0 二次微分为正的话 那应该就是极小值 二次微分为负的话 应该是极大值 所以这边就可以看到 如果今天函数是连续而且可为的 那我们说可为的像角是不可为的 有些角像绝对值那些有角的 有角的就不可为 那我们说如果是连续可为的话 那我们就可以用一阶导数来测试极点的特性 如果一阶导数是0 那要么就是极小值 要么就是极大值 不然的话就是像刚刚那个弯曲点 弯曲点像这个是弯曲点 它虽然写率是0 但是它不是极大也不是极下 那如果我们再用二阶导数去测试极点的特性 那你会发现说 OK 那如果二阶导数是小于0 而且一阶导数是0的话呢 那这个是凹向 二阶导数是小于0是凹向下 所以就有相对极大值 如果是大而0变凹向上 就有相对极小值 那如果是等于0呢 就测试失效 就没有办法判定 到底有没有极值 那这里我们就看完了 今天到这边的第二章的所有内容 那数值微分的部分我想 我看一下现在几点 11.31 1分 那我们还来得及 把数值微分也讲 各位市议员学的怎么样了 好 如果你觉得你市议员学的不错 那请你写写看数值微分的程式 好 好 那我们来看一下 好 什么叫数值微分呢 这个 这个我没办法编辑 那我把它 看一下我的dropbox里面 应该有这个程式才对 好 OK 有 不过它的编码怪怪的来 稍微把编码上去 设定一下 编码 诶 编码在哪儿 编码不让我做 好 那就算了 直接剪贴下来好了 好 剪贴下来 只是注决会跑掉就是了 那没有差了 好 我把它新增一个档案 好 叫div.c 那这是微分 好 好 开启一下 你们用devc++ 是不是 OK 其实 用不用devc++都没关系 也可以用命令列的 哇 怎么这么大字啊 好 这个注解乱掉了 就把它砍掉 好 这是一个很简单很简单的程式 其实没有几行 22行 OK 好 那我们把它储存一下 好 好 那各位 div.c 乾杯 好 OK DOWN 然后呢 如果执行的话 各位可能会习惯用那个system pose 对 好 很快啊 我怎么觉得这个变异好慢 已经检测了 好 好 难怪被防火墙挡住了 被防毒乱体挡了 难怪很慢 好 防毒软体先关一下 防毒软体先停用 好 这样子应该就不会那么慢 很慢 好 好 弱 好 那这到底这个程式在写什么呢 稍微看一下吧 各位现在应该不容易看懂 来 我们看一下 主要在这里 这是一个 微分的函数 微分的函数怎么做呢 你传一个函数指标给他 函数指标 函数指标 这个函数指标 的形态叫做double 然后 信号F1 这代表是一个函数指标 然后他的参数呢 是一个double形态的双晶杜幅点数 传回值也是一个双晶杜幅点数 那我 我传这样一个F给他 我去计算 Fs加ds 减掉Fs 这个ds是多少呢 ds是一个很小的值 在我们这边我们设0.0001 所以是一个很小的值 那什么叫微分呢 就是把 Fs加ds 减掉Fs的值 除以ds 就是dy dy除以ds 这就是微分 那 那于是呢 我们给任何一个函数 任何一个函数 我们都可以 都可以算他的微分 举个例子 我们用这个show div 这个只是把 刚刚的函数 把函数 把函数呼叫一遍 而且把微分也呼叫一遍 好 把函数呼叫一遍 把微分呼叫一遍 然后他就会印出函数在那一点的值 还有微分在那一点的值 好 那 所以这个例子我们看 我们算sine这个函数 sine这个函数 那算他在三分之π的时候的值 还有在三分之π的微分的值 好 那我们算出来的结果呢 你就看到sine这个函数在三分之π 三分之π就是1.047198的值是0.866025 然后呢 它的微分 在这一点上的微分呢 会是0.499957 好 那你可以想一想sine三分之π是多少 sine三分之π就是sine60度 对不对 sine60度是多少 我真的忘了 二分之更号3吗 是吧 二分之更号3 那更号3是多少 1.7几 对不对 那二分之更号3 大概0.8几 没错 对吧 OK 那sine的微分是什么 cos cos的三分之π的话 cos的三分之π应该2分之1吧 这个是不是很接近2分之1 0.5嘛 对不对 是9999 是999 对不对 所以接近0.5 如果415路就变 就说 从小数底下第二位415路 或第三位415路 就会变0.50了 对不对 好 OK 所以呢 它是对的 好 这个程式怎么写 好 也先去看一下 我把它放上去 到课程社团里面 好 好 我直接把它贴上好了 你可能下载之后会觉得排版快快 不过应该可以跑 那如果想要原始的程式就防止给各位 试着去执行看看吧 然后 如果你这个程式看得懂 代表说你的系语言的程度应该还不错 如果看不懂的话 你把它看懂 系语言程式能力会大大提升 不过你现在 如果看不懂也算正常 因为你们还没交到那里 好 OK 去看一下 好 我们就这样传 好 OK 那各位去看一下我们的第2章 微分的部分 讲完了 好 那待会有 有时间我再出一下集体 像影韩数微分 好 那各位先看一下刚刚的程式吧